下面我们开始先看第一个 叫做一元函数微分学的应用 这里面三块啊 在说明一个物理应用 一个相关变化率问题 还有一个几何应用 就是区率问题了 第一个呢 我们看物理应用 这个比较简单了 我解释一下啊 这个V 我简单写在这啊 V等于什么呢 这里要把握好第一个 V呢是等于位移对时间的变化率 我说文字啊 咱们写数位公式啊 第二个呢 你要把握住加速度是什么呢 是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 同学们一定要会说我这个话啊 我们抽象出来就是 这个DA比上DB 它表示呢 就是A对B的变化率 这个到这个话啊 大家一定会说啊 这个A对B的变化率 这一定要会念这个词啊 因为呢 在考试当天很有可能会出现 它说是A对B的变化率 你马上就把它写成DA比DB 虽然你觉得这可能很简单啊 我写了1写了2 我实际上还有个3 3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讲相关变化率 请大家继续看下一 讲完相关变化率来回头看这个3 请大家看2 相关变化率 如果这个函数啊 Y对FX 然后呢 这里呢 X对X GY对YT 是吧 那么都是可找的 这个时候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样写 如果 DY比上DT 注意这是Y对T的变化率吧 刚说过啊 大家要听懂啊 会说啊 DA比DB表示A对B的变化率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研究 DY比DT 这个叫什么的话呢 这个叫做Y对T的变化率 好 我们做一个横顶变形 我们用DY 比上DT呢 给它同时在分子分部上啊 就相当于除上一个DX 再乘上一个DX 在形式上呢 就相当于是除一个乘一个 我说的是在形式上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 你看Y对X求导啊 这个呢 就是叫做F1比X了 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因为这个是一次函数了 Y点FX求导 叫做Y对X求导是Y 比PX 乘上什么 DX比上DT了 好 于是大家发现一条的话呢 我们实现了 是吧 Y对T的变化率 和X对T的变化率 这两个变化率 注意啊 之间的一个联系 靠什么联系呢 它俩的这个变化率 靠什么联系呢 靠这个F1比X联系 所以这个变化率 这个变化率 由F1比X联系在一起 称他们这种呢 相互关联的变化率 叫做相关变化率 这个词呢 大家一定要懂得 这叫相关变化率 你比方说啊 我们要这样提出来 那么这个呢 是往往是 叫已知的啊 这是已知的 就是联系 两个变化率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是它是已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告知其中的 DX比DT了 我们便可求 同意吧 我们就可以求 这个Y对T的变化率了 这个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 形式呢 来命题的啊 就是说你出这个题目呢 往往就是通过 这个如果告诉这个了 这个是告知了 这个又是已知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以求一个 未知的变化率 这个变化率是要求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是经常出现考题的 来我们迅速看一下 一个例题啊 看一个例题 242页 例题15.1 例题15.1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目 打个心啊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这种考法啊 以致动点P 分享 以致动点P 在曲线Y的X三次方上运动 先画个图了啊 Y的X三次方 在这上面运动 P点是吧 那么记坐标圆点 与点P的距离为L 好 这个距离是L 那这个记成XY了 对吧 好 如果点P的横坐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为常数V0 你看 这个有了吧 P点的横坐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为常数V0 那么于是我们现在就很清楚一条 那么就是说 我的这个 DX B向DT 能看多意思吧 横坐标 X对 时间的变化率 等于常数V0 这个告诉我们了 对不对 如果告知 他告诉你这个了 对吧 那么 则当点P运动到1.10 L对 实际上变化率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结果 又知道什么呢 又知道Y Y等于X的三次方 对不对 大家 你看 X和Y的关系 Y的三次方 那我们求什么呢 我们求的是这个 L对实际 你看 求DL 比上DT 看到没有 你要求的是这个结果 所以现在我们的意思就出来了 是吧 那么刚刚前面讲 那说DY比DT 那它是等于F1PX乘上DX比DT 对不对 大家 是对意思吧 是吧 就说这个是已知的 我们待会会知道 有一个已知的表达式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如果告诉你了 是不是就可以求它了 我们现在看看是什么 你要求的是这个 是吧 叫做DL比上DT 看好 DL比DT 你现在呢 你知道的是DX比DT 所以大家自然会想到 非常好 是不是写成DL比上DX 再乘上DX比上DT 对吧 大家好 所以现在的话 问题就出来了 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这个值得 这个是告知的了 就是这块是告知的了 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要学会分析 是吧 它是等于V0的 然后呢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哎 很好 就是求L对X 的导数了 对吧 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它了 我们就写出L等什么呢 L等于 那它是指 圆点和到P的距离 那就根号下 X平方 加上Y平方 那么把这个往里带 那么关系就变成了 根号下X平方 加上Y 加上X的什么 Y是X30 那是60方了 对不对 我这样说大家听懂了吧 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了 L对X修导 看好了啊 L对X修导 那就变成了 2倍 根号下X平方 加X的六次方 分支 那么U在求导 是吧 根号U求导 2倍 根号U分之一 再乘U的导数 那就是2X 再加上6倍的X的五次方 听懂意思没 在乘上 那么这个是简单 这个是最低 对了吧 这就是L对T的变化率的表达式 那么你再把具体的点带进去 那么当X等于1 对吧 X等于1 Y等于1 10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个Y就不需要了 因为只有X嘛 是吧 那么就不用写Y了 当X等于1的时候的话呢 把它带进去 那么于是我们可以得出来 那么这时候的变化率是为 这是1 对吧 那么这样子 8 比上 那么这个是1加1的2倍根号2 倍0 是吧 所以你简单化解一下也行 是吧 这个约掉的话呢 这是4 然后再约一下是2倍根号2 倍0 对吧 2倍根号2 所以填空 2倍根号2 倍0 就可以了 这个T 大家看懂了吧 看懂了啊 我们这种问题啊 我再说一遍啊 非常重要啊 对于数据1和数据2的学生来讲 这是我们的重要考点啊 特色考题 所以说这张卷子 你之所以你看 哎 打开卷子有这种题 明显就是数据2 或者数据1的卷子 明白我意思吧 好 这样说 好 相关变化率 我们后面还会用得到啊 讲完这个相关变化率和它立体之后呢 我回个头来看这个1啊 请大家看回到230页 最上面 我们给大家提到这个圈一圈 我留个圈3 这里讲什么呢 我想把这个 事情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可能呢 这个A呢 是这样写是吧 加速度是等于 DV比DT 对不对 速度对时间变化率 这个没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不要时间T 后面有这种应用的考题啊 我这个如果建文方程的话呢 用不着T 用不着T的话呢 我可能是有这个DS 就是V对S求导 比如说V对S求导啊 是怎么处理呢 后面有分离变量 也就是说啊 如果我不需要对T求导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处理一下 你看 它可以写成什么呢 叫做 DV比上DS 乘上DS比上DT 你注意啊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了 当我需要的 不是对T求导 或者说V不是对T的变化率 而是V对S的变化率的时候 我要这个东西了 那么大家讲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 这个表达式就是什么 哎 这不就是DS比DT 这不等于V啊 用V来联系了他俩 能看到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的A呢 还可以写成 这个是V啊 V乘上DV比上D小S 所以就是DV比DT 是可以用V来联系 DV比DT的 我这样说你听懂了吧 这个实际上他俩 这个 这种呢 他俩实际上也是相关变化率 相关变化率 我们后面会有个例题呢 详细去讲这个 有的时候用3 会 你感觉到这个很古怪 但这个表达是 往往在解决问题时 是很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要求的是位移啊 你比如说飞机 这个落地开始滑行 最长滑行多少距离 他实际上是要的S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都不是对T求导 我们实际上是对S求导 这样的话 回到分离变量 就可以把它积分出来 这个话啊 我们先说在这儿 后面大家会发现 它这个好处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个1和2 实际上围绕着一个词啊 叫做相关变化率 这么说 就是你需要什么 我就写什么 明白了吧 我们把一个变化率 通过一个表达式啊 转化成另外一个变化率啊 这就是相关变化率 这个在考试当中 需要各位非常灵活的处理好它 重点啊 就是重中之重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好 下面看3啊 这个3比较简单了 这个几分应用啊 大家看一下230页 这个就备公式了啊 如果Y二极可导 那么去现在点XY处的曲率公式 可以等于Y的两节导数的绝对值 比上一加上Y一节导数的平方的2分之三十 那么曲率半径呢 是曲率的倒数 把它公式记住就行了啊 各位这公式记住就行啊 这是考什么呢 这是考计算的啊 考计算的 我们迅速看到立体 比方说242页 立体15.2 看到立体 立体15.2 这部分内容呢 这个从篇幅上来讲 也是很多的啊 立体15.2 我这个就点 简单提示一下啊 这个请大家当作业自己做 这是 这个参数是老 这是什么 心情线对吧 在T点四分之π 对应点出的曲率为 上这个你不用犹豫 你要求曲率 那么我们就是直接就是k 它就等于 y的两节导数的绝对值 比上 1加上y一节导数的平方的 2分之三十 你背住它就行了 对吧 而其中呢 就是参数方程了 所以你要求y的一节导数呢 就是dy比上dx 那自然大家就是 dy比上dt dx比上dt 很简单 好吧 自己来做了啊 这就回到我们讲的什么 参数方程里去了 对不对 然后d分y比dx 方程的道理 它就等于 dy比上dx 再d比dx 然后你把这个表达出了以后 然后放到这里面去 再对T求道 再对T求道 就出来了 求完两个以后呢 那带到这个表达室里去 再带T等四分之π进去 那么当T等四分之π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顺便就把xy就求出来了 然后带进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大家 这个大家当作业做好吧 书上有详细答案啊 我就不再啰嗦了 就详细答案 答案等于三分价 要做啊 这个当作业 大家把它完成 那么就看大家计算能力了啊 这个曲率各位 或者叫曲率半径啊 是曲率倒数 也是爱考的啊 它纯粹就是考大家什么 对了 计公式 多了一部计公式 剩下就是微分学计算 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 做了非常详细的计算了啊 我在这儿呢 就不啰嗦了啊 大家把这个把它做好它 好 这样的话 你这个算数是T的函数对吧 那你这个算数也是T的函数 然后呢 把T等四分之π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呢 算出表达室 往这里面带 往这里面带 这个结果就算出了 好吧 自己看答案 这个答案等于三分之二 请同学们做作业啊 这种考题 我再强调一遍啊 在考验里面是重点 但是呢 它又考两个 一个是同学们要记住 取率 或者取半定的公式 对吧 第二个呢 计算能力要过关 能听懂意思吧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就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 二 一元积分学的引用 请大家看回到230页 我们下期见 到230页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